阿哲陪你帶小孩 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袋鼠媽媽 碧華阿姨 我今天要為你們介紹的是 我家在夏營 作者是立一方 圖示 姜冰爐 我們進入到我家在夏營 我家在夏營其實它是講一個 宗教信仰的中心 那我們來看一下 夏營的宗教信仰在哪裡 農曆三月三日是我們夏營的三月節 為什麼叫做三月節 因為夏營在三月的時候 上帝宮的一個慶典 那這一天不管家裡的爸爸 阿公 叔叔 阿公 伯公 大家都會集合在這個慶典的地方 集合 那要做什麼呢 當然是為了我們上帝宮的一些慶典做準備 小孩子又要忙什麼 小孩子就會集合在這個上帝宮的地方 然後等著有專業的人為我們介紹 夏營人該懂的事情 當然啦我們是夏營人 當然要知道夏營人不可不知的夏營士 那我們就要來看看 咦 你有看到吧 這個就是上帝宮的廟 就是玄天上帝的廟 那為什麼叫做上帝宮呢 其實這個玄天上帝呢 是在清朝的時候大概有三百多年了 在夏營這個地方有三百多年 那大部分的這裡的居民都稱大廟 那指的就是雄帝雅宮 那雄帝雅宮其實它跟我們以前的就是一般是一樣 它本來是一個屠夫 但是呢 給那個觀音菩薩感召了之後呢 他就怎樣 放下屠刀 然後立地成佛 做一個很好的榜樣 所以呢 大家都很敬佩他這樣的精神 那在夏營的人把這個上帝宮呢 當做一個宗教的信仰 上帝廟的前面就是一個五成恩公園 這個是老老少少都會想去的一個公園 那裡面呢 建造了很多的涼亭啊 還有一些橋啊 還有一些噴泉 重點是 這個五成恩公園裡面 它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祠堂 裡面養了很多的魚跟烏龜 其實它這個烏龜呢 更好玩的是 它這井陵隔壁就是夏營國小 裡面的這個烏龜 三不五十就會跑到 那個夏營國小的附色幼稚園 這是很妙的 而且呢 這個五成恩公園呢 這個祠堂裡面飼養的這個龜 是台灣第一個本土龜的生態公園 然後呢這個公園裡面 這個祠堂裡面養了四種龜 它有叫斑龜啦 金龜啦 棺材龜 還有石蛇龜 這是一個最早的一個生態的公園 你看這烏龜真的千年龜 真的是更妙的 它會跑到那個複色幼稚園 給那個小朋友看一看 然後小朋友呢就會跟老師講 老師就會怎樣 再把它歸還到這個祠堂 好 那出了這個村子呢 這個五成恩公園 出了這個村子之外呢 我們來到了所謂的毛崗尾 那其實這個地方呢 是在那時候其實是 因為鄭成功來台的時候 有兩個姓在這裡 然後它是一個屯田 然後稱它叫做幼舞衛 那幼舞衛呢 其實這個地方現在有成立了一個 有一位廖老師當藝術總監 成立了一個幼舞衛兒童合唱團 是一個非常不錯的一個團體 然後在這個 因為這個地方當時的地痕就是很淺 所以呢經過水災之後 然後呢有一百多戶的人家呢 就遷到中營叫做毛宅頂的地方 然後這個村子就沒了 可是因為這裡的人 他為了要紀念這個地方 所以弄了一個杯 就是一個鄭成功的這個杯 然後這裡有一個幼舞衛 然後這裡我講的幼舞衛合唱團 就是在這個地方 創設了大概現在有十二三年了 他們也常常做了一些工藝的表演 好 再來呢 因為我為了居民因為遷到中營 我說剛剛講那個中營的地方滅了 他們就遷到中營 那中營呢有一個宮叫做武安宮 然後裡面呢有一個 就是珍藏了很珍貴的一個五指旗 來 你們聽說五指旗 五指你們看到跟我們的手指一樣 你看大拇指 十指 中指 無名指 小拇指 A 所以呢它就是一個古石器 是一個寶貝 就叫五指旗 就在這個武安宮被珍藏著 這是在中營的地方 好 再來介紹的這個地方 真的是在當時是一條 就是生意人必經的一條街道 那時候這個是大概只有一公里 一公里有多少 一千公尺而已 所以你想這麼短的一個地方 可以讓在這裡做生意的商船 商人在這裡怎樣做生意 然後很熱鬧 你們可以看到這裡有商船 然後你看這麼多人 然後在這裡做生意 然後這個大概300年前 這個地方在茅港尾呢 它是一個倒楓內海繁榮的大港 我剛剛講了 生意興隆很多商人都在這裡 然後商船來來往往 非常熱鬧 它有一個名詞 就像我們現在的怎麼 可能就是到了過了半夜 還有人清晨在營業的那種夜市的感覺 它就叫什麼 暗街夜市的一個燈火非常的亮 然後生意人也都是 因為做生意的人 他大概沒有分什麼早上才做 他就是一整個商船 就這樣子來來往往 當時是這麼熱鬧 可是現在呢 在這個很鄰近的 那個碎石子路上 如果可以再回到當時 那是多熱鬧 你看看 當時300年前就這麼熱鬧 可是因為現在 它的一個環境改變了 好 那當然那個地方還有一個 可以來介紹的就是 站在這個橋頭上面 可以看到 這些都是當時的居民怎樣 一粒一碗然後呢 擔著這些石子 然後把它建造起來的 所以呢 其實在這個地方 居民在這個 因為他們這裡會淹水 所以他們就怎樣 就是這樣子 團結合作 然後建蓋了一座橋 讓這邊怎樣 不會再淹水 然後也不會因為這樣子 然後水換來了 大家就沒有地方逃了 所以 他們當時的人民是很團結的 這個是在中營的地方 好 我們介紹那麼多的建築 現在來看看到底下營 有什麼的農產品 哇 好多的桑勝 我想你們應該有吃過桑勝 就是黑黑的 然後呢 長長的 有點酸酸甜甜的 然後有點像毛毛蟲 欸 毛毛蟲 你看喔 這個桑勝它的果子是可以吃 它的葉子就是一種動物 一種那種昆蟲的食物 就是蟬寶寶 欸 這裡可以看一下 你看這個蟬寶寶 喔 這是 桑葉就是它的食物 好 它有桑葉 還有呢 養蟬 這個蟬寶寶 兔絲出來的 可以做成蟬絲被 這是在下營的地方的一個 主要的農產品 好 他說其實這個桑勝 剛剛講的 可以做什麼 可以生吃 也可以做果醬 還可以打果汁喔 真是不少 它的用途真不少 這是下營農會的 拉蟬絲被的一個動作 在這裡 我會看到好多蟬寶寶 好 這個就是下營的特產 那呢 下營還有一個特產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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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 路旁的那個綠坡上 有一大群雪白的這個鵝啊 其實這個下營呢 當時養鵝是很興盛的 然後因為下營的鵝呢 這個事業也很迅速的 因為養鵝 然後場地的關係 然後養的鵝肉 是非常的甜美 所以當時呢 就是有鵝肉的專業區 然後呢 還會因為這樣子農會 它推廣了一個叫做鵝肉節 然後呢 就有很多的觀光客來品嘗 當然這也是推廣下營的一個特產之一 好 你看這一些鵝都是當時養得很棒 然後呢 那個肉質很甜美 所以下營有那個叫做鵝肉 我相信應該有很多人會聽過 好 這是我們的另外一個特產 那還有呢 在下營也有一個地方可以 就是看一下這個水質 那個是一個生態的地方 其實它是一個很美的生態區 然後呢 這裡因為大部分也很多的一些水質在這裡 然後呢 可以帶小朋友到這個地方 為什麼 它這裡是一個很自然的生態區 哇 看到好多美景的感覺 好 在這個賀建村呢 有一個郭家石碑 他是一個舉人 然後呢 他當然當時是對書的這個研究很好 所以當時他就是考上了舉人這樣 所以做了一個碑 幫他做紀念 那再過來呢 其實我剛剛沒有介紹到 其實在下營也有一個藝術家 就是鹽水龍先生 他也是在這個下營出生的 他的有一個鹽水龍的一個故居 那裡頭有鹽水龍先生的一些畫像 然後還有他一些雕刻 真是栩栩如生 其實他的故居是保持得很好 因為有鹽家的人 專門在負責維修啦 然後等等的 這個是鹽水龍先生的一個 紅毛措的一個故居在這裡 好 我剛剛介紹了這麼多 為什麼會介紹那麼多呢 因為我剛剛前面有講 三月三日呢 是下營的三月節 那三月節呢 其實就是很多的神明 然後宮就是一些廟 他要做一個落鏡 就是來跟上帝爺公做 他的一個慶生慶典 所以一般在下營 在三月三日的時候 就會舉辦一個慶典 然後就會有所謂的落鏡 然後大概會有兩天到三天的 一個落鏡的行為 那介紹這件就是他從 可能會從這個地方 一直落一直落 然後介紹這麼多之後 剛剛前面的講話 阿公阿 阿伯阿 還有呢 叔叔他們都在準備 那小孩呢 就想要跟著大人 跟隨著上帝公怎樣 來落鏡 為所有的下營人祈福 這就是我家住在下營的 一些平常的事情 但是在三月份是最強烈的 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到下營來 好 我今天的故事講到這裡 謝謝 下次見 rim Arsenal eleven 正好 突然說 那一容 一輪 總而言 可以 在 那倒 agreements 總共